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得吃 北方人讲吃春饼了 但有多少人能吃春饼 我就不知道了 同时国内呢 在播放着王家卫的很著名的电视联系剧 繁华 繁华似锦的繁华 那繁华三十集 被央视评为2023年最棒的一个电视剧 那个繁华 我们 就我个人来讲 正好是我们个人在中国大陆的年代 他讲的是上海 我们在北京 我个人感触蛮深刻的 他谈到 那时候谈到主要是股市 对吧 那个宝总 阿宝跟这个叫爷叔中间对应的这种背景环境 很 汪家卫很具有他的特征 他拍王家卫电影 我们个人比较推崇就是一代宗师 那王家卫在一代宗师里面最后的解读说 中国 中国人如果拥有未来的话 只能靠最终的佛法 而这个佛法的隐喻呢 是万法之王 万王之王 万法之法 为什么 在一代宗师的恩怨当中 无从解决 那最后影片里面的主角来到了中国大佛寺 这个大佛寺 在中国大佛寺有两个 一个在南京 一个在江苏 南京吧 大概 另外一个应该在辽宁 里面供奉了包括释迦摩尼佛在内的原始古佛 七个原始古佛 释迦摩尼佛是第七个 七个定数 真的不开玩笑 那他就把七个佛都要供起来 那七个佛都要供起来的话 没有人知道第一个佛 第二个佛 没有人知道 对不对 那在佛教里只知道过去佛 现代佛和未来佛 所以在他的隐喻当中 其实会包含那么一个隐喻 当七个佛灯都点起来之后 只有佛法 那佛法就是未来佛 所以王家卫的电影 真的在中国的 包括香港的这些人里面 我觉得很少有的 非常少有 但繁花有着同样的故事在背景 正好应对了 当大家去热评繁花 中央电视台去讲述繁花的时候 他也蛮夸奖的 我都怀疑中央电视台那人 包括王沪宁可能都没看懂 在暂数着繁花的时候 但是繁花里第一集 阐述了就是三统 我的话叫三统 正统 传统跟邪统 正统就是他必须要有规范 里面的男主角 他的穿衣戴帽 接人戴户 必须按照英国 欧美的文这种绅士 来做法 就像我们做节目 永远是西服 不会穿别的 你看川普 在外面 永远是西服领带 永远是那样的 那到了球场 他我就是打球 其他的 你很少见过他其他 这是正统 传统正统 非常正统 那这个 这个 这个耶稣呢 里面这个 尤本昌扮演 尤本昌就是演技工的 那个人 他其实蛮有来头 不好说了 那他在 演这个 调教这个 这个叫什么 胡歌 就是男主角的时候 阿宝的时候 就做了 他手工打造西服 三件套 跟两件套 必须用上等的 纯泥子 纯泥料 可不是现在 我们看到的 当现代人 各种乱七八糟的料 没有 他用的都是传统的 传统的布料 传统的手工做法 传统的一切 所以他在表现出 这个人的正统性 所以自那之后 那个阿宝走在 任何一个环境 包括外面 摊上吃饭 他也是这样 所以这就叫他正统 传统 他就秉承了 去了和平酒店 和平饭店 开房间 整个那个东西 都是老爷子当初 那个耶稣当初 他年轻时 经历的故事 那他年轻的时候 是什么 没有共产党 没有共产党 所以他秉承了 传统的做法 协同论 那阿宝的爷爷 是地主 爸爸是资本家 等到了阿宝 来到了新社会 共产党的社会 狗屁都不是 但他的身上 有着按照协同论上 有这种素养 所以这就是协同论 不开玩笑 你可以不接受 但他影片里就这样 闹革命 杀别人 这就是反正统的 反协同论的 革命是最邪恶的一个词 杀人吗 杀人获利就叫革命吗 那现在这人 都狗屁都不管了 真的狗屁都不管 乱用词 所以这是里面看到 而这里面看到的一切 他更强调了 阿宝必须是一个 拥有道德的人 阿宝善良 阿宝守得 阿宝尊重他的承诺 影片里很有趣的就是 阿宝拿了一大堆现金 挣钱了 就等着这个老爷子出现 他们俩商量好了 一直等到半夜 五夜十分 老爷子才出现 老爷子说你行 这么年轻的人 拿了一口的现金 你自己没跑路 你自己没忘掉 我教的你 所以这个电影 完全反习的 反对今天习使中共 完完全全 而中共的一切 正好是本末倒置 所以咱就说不清楚 这电影为什么上 在本末倒置当中 繁华里讲的就是上海股市 对不对 那在上海股市当中 星期六 星期五 大暴跌 2666.23年 那就创纪录了 然后股民们无处去 要上吊 要自杀 随你便 所以那个 那个繁华里第二级 就自杀了 开始 就死人了 那死人呢 就跟乱搞乱来 就直接下关 相连了 不守信用 这些就都出来 只要一有这个 就一定会出事 对不对 就看谁倒霉 谁不倒霉 谁先倒霉 谁后倒霉了 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 故事叫冲塔 那中国老百姓无处去 股民们损失就是太大了 然后股民们没处 在微博微信上 不许讨论了 因为迎来了繁荣向上的 人民日报这么写 繁荣向上的时代 过年了 所以后来老百姓就跑到 驻美大使馆的那个微博上去写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冲塔概念 原因里头呢 其实是他的新发言 这个这个 中共驻 美国驻中共国大使馆的发言人 他讲述了过去的时间里 有五点 2023年结束了 他在讲述总结 然后里面再展向未来 里面就谈到 咱们谈到长坡路 谈到长坡路 人们就围绕长坡路就干什么了 什么意思 那不能讨论股市啊 那不能讨论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什么就是我赔多少钱 这都不能讨论啊 因为跟欣欣向荣的 习世王朝是对立的 所以那人们就就怼着长坡路就没了 就是随便你怼给我一个什么东西 你只要让我在微博上发言就行 就出现这个场面 代表着今天的中共国无处而去 完了 全完了 因为连如果基本的这种宣泄的环境都没了 而人们只能找美国人了 这就代表 这是代表整体的氛围 那他讲说 整个这个博文 叫保护长坡路的博文 转发了1.6万次 在今天的一个小时之前 今天的星期日的北京时间的晚上 大概8点钟吧 13.6万评论 62.7万次点赞 然后他提到 但是冲塔的评论内容全都消失了 而变成了中美友谊万岁 跟我爱中国 那他什么意思 所有不当言论 就是所有反应实际言论 都被封杀 都被微博给删了 那我唱中美友谊可以吧 对不对 我爱中国可以吧 就反正我说 只要我在这个美国的微博上 美国大使馆微博上 我就顶着他 我就随便顶什么都成 顶个屎都成 只要顶着美国人的大便 我都没问题 我愿意顶 我用爱中国顶着美国人大便 我觉得OK 就是这么一种 你把它称为什么呢 就是中国股民无处而去 中国股民两亿多 我不知道中共国的爱国愤青们有多少 就是他们的重叠性有多高 这是我个人一直觉得很有趣的东西 这是现今的社会 就是中共体制之下 中共国民的无处而去 而这个王朝的本身 习是中共的王朝的本身 完全处于一种垃圾的年代 一种溃避的 就是怎么讲 就叫做 他就叫做垃圾的 一个名词就叫一座垃圾的年代 垃圾时间 那垃圾时间呢 实际是打球 特别是篮球 那足球什么还不是 因为足球最后一分钟 他有时候能出别的故事 但是呢 在篮球表现淋漓尽致 领先四十多分 最后还剩两分钟 那基本就没戏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就这么玩的 那一般两分钟还能打一会儿 到了一进了一分钟 你要领先三四十分 三四十分的话 大家就是拍拍球了 你投一个他投一个 这就叫垃圾时间 所以中共国进入了垃圾时间 这是今天有目共睹的 不同的海外评论人 评价了今天的年代 那垃圾时间是什么 习是中共即将结束 历史的一切即将结束 所以当你去埋怨习近平 任何的所作所为的时候 包括他就是建立习是王朝 习是中共 包括他把大权独揽的一切 他在就是习近平摧毁中共的时间 那一刻即将到里 那不到那一时间 这件事情不完 所以已经进入了习近平毁掉中共国的垃圾时间的最后独秒 它其实是这个含义 那我个人觉得这是很到位的说法 时间是个神 那人们把他称为加速师 其实他没有 他只不过呢 他因为人们死亡的时间是天定的 共产党死亡时间也天定 所以他但加速师的评价 是人们的感受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同时反映出普通的人 对这种命运之间的本身的理解 还欠火候 习近平毁掉的是中共国 人们呢 说他笨蛋把人们的生活给搞断了 给搞坏了 现在国家一切搞乱了 国家一切搞乱了 如果国家不被他搞乱的话 如果他让险给别人的话 共产党就万岁了 前后这关系就 对太多人就搞不清了 这前后的关系 所以习近平的存在 到现在在殉导着很多人 而这些人不一定爱听 所以那就会给自己带来磨难 习近平加速师居手工 不是的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 这两句话是对立的 第二句话就是政治评论 不信命的政治评论 但第一句话 垃圾时间就代表着 命是固定的 死亡时间是被定的 一样 那文章里呢 他就讲述了现在的背景 那多位在海外的中国问题专家 说中共改革开放已死 还提着这个词根本不能再用了 对不对 那再次进入了历史的垃圾时间 再次进入了历史的垃圾时间 历史的垃圾时间只有一个 没有什么再次的 再次的 然后提到这个篮球棒球结束前 叫做垃圾时间 那习近平结束中共 统治中共国 以习是中共 习是王朝的名义 这是 这真的是 海外知名的评论家 叫做元斌 在大纪元上明确指出 中国进入垃圾时间 起点是习近平在中共 二十大省连任 这个说法是对的 因为你谈时间就是这么回事 那因为在谈时间的时候 它就是起始阶段 整个故事背景 那对头算的 其实它一年多一点 我们不知道它最终会走多少 二十大呢 它可以 这是讲中共完结的时间 要中共国呢 你就得讲三月份 其实在我眼睛里看到 是三月份的启动 那对头有可能是一年出世 三月份 它宣誓就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那是关键 因为对于中共国来讲 是这么来 是这么一个前后 你看那个三次 出现三次这个火流星 就是它在三月十六号 宣誓就职 三月二十七号 北京出现第一个火流星 那三个火流星 是在它宣誓就职之后 到它生日之前 这个它很有趣 宣誓就职 跟它到它生日的正好三个月 三个月 生日六月十五号 宣誓就职是三月十 三月十六号 挺逗的 那这里面它讲 基本上是这个 然后它就讲述了 中共为挽救毛泽东时代 危机统治 放松了绳索 它讲了改革开放 其实就是繁华 你现在就看繁华 就知道了 繁华是一片虚假的繁荣 它其实也不叫虚假繁荣 它是在一切建立在 欲望贪婪上 所形成的繁华 所以在繁华的过程中 死伤无数 这个故事是这样 然后提到说 习近平一上来 重新收紧了套在 中国人民头上的 这个枷锁 它说中共十八大接班之后 不是 这不对 它真正出现 游动状况的是十九大 十九大不忘初心 方德始终 这是它放在党的 这个开会上 所以十八大到十九大 它有它非常正面的东西 这个我不太认同 它这个评价 那十九大之后 它出状况 它自己放纵了 真真正正的故事 我觉得是 另外 这个故事不是这么长 跟奥巴马有关 跟整个背景环境有关 我是按照我个人讲述的 然后它其实说 二大它应该卸任 结果它没卸任 它破了共产党的规矩 然后呢 铲除了共产党内部的 所有山头 共产党就给它装兜里了 这是我们说的 那中共的一切 中国的一切 只有听习近平的 所以习近平是个笨蛋 他就完蛋了 所以不是 我觉得 我觉得我只接受这个题目 而不接受这个故事 习近平笨蛋 习近平可以把所有共产党给毁了 你说他笨蛋 还是不笨蛋 习近平 把整个中共国毁了 你说他是笨蛋 还是不笨蛋 这个词 利点是不对的 这真的是不对 这是命运 那谁都 中共亡党 亡国 大局已定 这是进入了垃圾事件 所以他就讲述这一段 因为其实进入垃圾事件 是没有人能撼动习近平 党内一切势力都撼不动习近平 所以只等着完结了 前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 叫做刘军宁 接受美国之音专访 说改革 曾经登过改革开放进行道题 但是呢 现在的计划经济政治体制 不具有改革 所以这些东西评价 我只是跟大家说 他有这个标题 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知 但是这个标题的本身 去对应了习近平的命运 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 提到说 邓小平的改革一死 所以就完了 也就是繁华已经没了 胡锦涛呢 同样是不值得同情的 这个东西呢 就瞎掰了 说句 我觉得就瞎掰了 所以这就是 在今天的新闻媒体中 他可以很好 一个标题认识 但他内心和 内心的本身呢 我觉得欠缺蛮大 就说挺可怜的 就是文字上绕文字 文字上绕文字 他理不出事情的根本 能够理出事情根本的本身 只能是佛法重新再现 王家卫说的 那繁华建立在欲望上 自然就是这个结果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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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